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天就是澳門博彩員工權益會 我看到他們出了個報告說 他們工會在今天收到大量探製某個賭場的張口投訴 還說是收到上司的口頭通知 下個月起將每日行中的時間削減四分之一 員工方面表示極度不滿 因為入職簽合同時是公司人事部 一開始承諾給他們的工作條件之一 由於莊河工作時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所以原有行中的安排對員工十分重要 他說亦都是通過長期實踐所形成的慣例 他說現在公司單方面違背承諾 是不是就等於削減員工福利和待遇的前奏 而工會認為這些賭場對莊河的做法 已經單方面降低了已經生效的工作條件 是明顯有違反勞工法的嫌疑 希望政府當局及時作出處理 如果原本合約道講了點 理論上來講應該要照合約行的 而且你看回他們的做法很聰明的 他不是出文件亦都不是出通告 是叫做上司考頭通知 有什麼事都不會公司上身最多 就說可能資訊錯誤溝通錯誤 這些公司很聰明的 如果他出到白紙黑字的話 到時有什麼興趣就很麻煩了 但是你說現在的情況 他是可以立刻轉口說沒有這件事 或者溝通錯誤的 即是講緊呢 他是一步一步試緊你們 是試下你們有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的話 慢慢一步一步踩到上心口 即這個是一個很平常的做法來的 經常常見的 甚至乎你們的女朋友 或者是你們的朋友都會這樣對你的 一直在試著你的底線 現在就是在做一樣的事了 而其實他們都講得對的 當我來說在前線 其實在受的壓力都很大 而且工作強度又高 還有就是要集中注意力的 如果不是派錯牌賠錯錢 也是很麻煩的事來的 那大家怎麼看他們今集所講的內容呢 下邊留個言講下你們的想法 我知啦 或者如果是有做緊莊河的朋友 亦都可以講下你們的想法啦 好啦 那我們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個先 有什麼想講 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